像这个uncertainty啊 就是它的这个uncertainty是standard deviation 记住uncertain不确定性就是标准差 标准差也叫不确定性 那么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instrument manufacturer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uncertainty along uncertainty due to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哦就是measurement uncertainty是最大的误差 uncertainty是standard deviation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measurement是measurement uncertainty是最大的误差 然后uncertainty是这个东西的standard deviation propriety execution 好我们来我们来推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很重要好吧 嗯我们能不能加一个值呢 嗯 能不能加一个值呢 应该能加呀 嗯 哦 这是个便条 嗯 别急啊 哦 这这太棒了 就这一页 哎 这一页 add pages 哎 太好了 哎 好 咱们开始推的啊 这东西兼职了 哎 设计的真好 这个哎 开始了 嗯 这一页啊 这一页啊 嗯 这一页啊 这一页啊 试试这一页吧 这一页啊 试试这一页吧 这一页啊 这不是add pages吗 add pages add pages 哇操 再也不用担心没日子了 太秀了 不错 好 来来来来 开始了哈 这个公式啊 来首先第一步啊 啊 根号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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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0 4-mu的 这个 mu-a mu-a px是不是可以把它把它换出来 对吧 对吧 px是不是可以把它换出来 对吧 px它不是等于这个 1比2a吗 对吧 然后我现在就把它这个东西编成 这个怎么说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 这是1比2a吧 1比2a 这东西提出来 这个东西的平方dx 它就应该等于啊 是现在这样的吧 没问题好 然后你再把它就是就积分拆开嘛 好 这样它就1比2a 然后三分之 这个x-mu的三次方 mu-a mu加a 对吧 是吧 1比2a 三分之 mu-a mu加a dx 对吧 这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你再看啊 你再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你再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话 你就相当于 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 6a 这个 mu加 mu加a mu加a 减mu的三次方 减去 mu 减a减mu的三次方 对吧 你再看啊 然后再来看 这是刚好下1比6a对吧 这个a的三次方 减去 减去mu的三次 a 就是x 就是x mu-a mu-a 再减a 对吧 mu-2a 这是-mu 减mu老哥 这是-mu 所以是-a的三次方 减去一个 这相当于是 -a的三次方 对吧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根号下 1比6a 这相当于 这俩是变成加了吗 对吧 然后这是三次方 所以说就是 a的三次方 就等于a12 所以他就等于 你这这是不是相当于两个a吗 对吧 这1比3 就等于三分之a的平方 根号下 他就等于 这个 根号下3比a吗 对吧 这个a比刚好 所以说就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 这个方式非常重要 就是 它的这个uniform distribution 它就这个u 是uncertainty mu是它的标准差 uncertainty就等于标准差 measurement是最大的uncertainty measurement error 是最大的uncertainty 啊 是吧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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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ertainty 叫最大的arrow 就measurement uncertainty 就是说你 arrow最大能够大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是最大的arrow why why is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the maximum error and the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uncertainty revaluation 就是你 other这个 random uncertainty 啊 contribution due to noise or other involution factors can be aspeated by repeating 就是你多次测量减少误差 me 对吧 这个最好的 最好的 的 就估计你这个 测量误差 就最好 最好你估计你所有测量误差是通过你这个平均值 啊 就通过你的平均值来去估计你的测量误差 就你的就多次测量求平均值吗 对吧 这就是 就就比如说你你测这个东西比一次测了个量 1米测2.1一次测了1.9 那你就这个平均值 这东西平均值不就是2加2.1加1.9吗 然后再除一个3吗 这不就是2加1.1加1.9是这个 再除一个3是这个 对吧 这是他的平均值 这是他的mule好吧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最好估计你的uncertainty的方法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求那个高中求那个标准差公式 我记得高中求标准差公式是 叫 s方等于x1-x8的平方 加上x2-x8的平方 加这个这个加上xn-x8的平方比上n啊 你这不是一个样子吗 n它有n个数 它是1到n 所以这是这是0到那个 所以是为什么是n-1呢 对这地方为什么是n-1啊 这不应该是n个数吗 1到n不应该有n个数吗 你测量了n次啊 那为什么是n-1呢 对我问你吧 这个为什么是n-1 我不是很知道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嗯 我看看这个标准差公式是什么 我学习错了 标准是标准差公式啊 标准差公公式 我看我看你了 你那边 会不会见到的 那边 因为我会不会见到的 那边 我看你了 对我看你了 你难以为我会不会见到的 我看你了 Hello, 大家好 畫面所見就是我們在課本上計算 S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的公式 但如果大家打開一些統計學的書來看 很多時候會看到標準差的公式是這樣的 也就是分母是n-1,而不是n 究竟分母是何時用n,何時用n-1呢? 雖然這次的內容是針對n-1的課程 但沒有讀n-1的同學只要學了sandard deviation 都會聽得明今集的內容 而且也對大家有用 因為將來升到上大學 就算讀雙科也好 或者讀理科的科目也好 都可能會再教你們一次stack 所以今集的內容 對大家將來讀書都會有用 好了,現在正式開始了 第一項要說的是 population和sample之間的分子 有樣子 帶有一個隨機性 即是說,今次 假設數值 估多了和估少了的機會 應該都是均等 我們呢 三隻牌 現在就是我們 unbiased 所以我們計算 sandard deviation 只可以放一個xbar 譬如我們抽1000個人出來 平均分高是156 我們計算sandard deviation 你不能說的簡單一點 你不能說的簡單一點 嗯 就只可以放156 而這個就是bias的來源 因為xbar本身 已經是和mu不相同 如果我們要把bias更正 就要把分母改成n-1 其實很簡單來看 總之我們量的數據 是整體population 就用分母n 如果是抽樣子 我們就用n-1的版本 而我們的計算 算 算了我 算了我還得問老師吧 不管了 這個 嗯 嗯 嗯 行 繼續吧 嗯 這個 接下來呢 你就就說這個這個標準差啊 就是是一樣的一個東西啊 就這個東西 別的時候是n-1的數人件 你一定要確認一下 那個 我們要去測量這個啊 嗯 我們要去evaluate一個 它就是 你可以去測量這一堆 一堆測量的準不準 還可以測量單個測量的準不準啊 如果是說我們測量一堆的話 測量一堆就是 就是測量一個的話 就是你哈 你現在不是測了一堆值嗎 比如說你測了一個啊 測了一個2.1 測了一個2.2 測了一個2.2 測了一個2.0 測了一個1.9 這是對於一個值 你說比如說它最後的精確值啊 你先把mio求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已經把mio求出來了 mio比如說求得高 那這個東西呢 它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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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差 這個誤差呀 就等於它的sigma sigma就等於就這個誤 哎 這不是一個誤差嗎 我 誒 树是吧 single regula 啊那每一个误差 每一个误差都是都是sigma 那就 那那 why every why no x here 好像是这样的误差uncertainty就是sigma 然后他的每一个误差就出一个跟 然后uncertaintyevaluation就是 就意思是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误差不就是误差不就是那个 误差呀 就这个 这个误差 诶去哪个误差 误差在哪里呀 就是 误差就standard deviation了 所以说不管哪个东西的误差就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就把它standard deviation求出来 但alregion之后就是 这一个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 就是 哦 alregion uncertainty of the mean值 is lower 因为它 因为它就是要除以个编号下N 对 就这个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除以编号下N 但我还是想知道 还是问一下 好吧 嗯 然后 这个 uncertaintyevaluation combine uncertainty 这一年的confidence level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之前的说那个几sigma区间 智信区间 这个confidence level 如果是这一sigma区间是68.3百分之二sigma区间是95.5 三sigma区间是97.7 然后 就这个大UX就是它质型区间 然后k就是它原来的那个sigma的k等1的话p就是多少啊 然后你可以去看这两个数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 of measurement system 然后 行 那就这样就